第3次眼睛大力看世界 引發海內外極大關注的江蘇省徐州風園鐵鏈類事件 事過一年又有新消息了 4月7日她的丈夫董志文被中國法院以虐待罪非法拘禁罪 一審判處有期徒刑9年 另外5名被告人犯拐賣婦女罪被判8年至13年不等 據中共喉舌央視報導 4月7日江蘇徐州中級法院一審宣判 拒禁虐待鐵鏈女的董志文被指控虐待家庭成員 構成虐待罪以及非法剝奪他人身自由 構成非法拒禁罪分別判刑6年半和3年 兩罪並罰公判處9年刑期 人犯指時立中 喪合柳 譚愛慶、博永渠、博福德等人犯拐賣婦女罪 分別判處有期徒刑11年、10年、13年、6年、6個月和8年 並處罰金 而作為買家及拘禁貼鏈女的董志文 並未被追究拐賣婦女罪和強姦罪 4月8日 中國維權律師吳兆平對《大紀元》分析 有人捉一隻小鳥判的刑期都比董志文要重得多 說明人不如鳥 這個亦是體現了中共法律的嚴重問題 它根本就是摩斯人的權利 這個判決引發了民眾的憤怒 網友紛紛譴責官方判得太輕 判決強姦民意是在中容罪犯 也有評論認為 中共當局這次判決包藏三大禍心 也有網友說 中國法律是個笑話 法庭就是個劇院 當年鐵鏈女一句 這個世界不要我了 聽了之後 肝腸寸斷 欲哭無淚 這個判決就是強姦民意 也有網友憤怒地說 暗暗開始中華沒有拐賣 一下子就出現了五個拐賣罪犯 這些人難道只是拐賣了他一個嗎? 大學生養老嬰都判九年 這個就是偉大祖國 將活人用鐵鏈鎖起來幾多年 供全村人強姦主犯判九年 捉一隻小鳥判十年 不少網友認為 人反子應該重判 判得真是輕人反子沒有判死刑 人反子就是應該判死刑 這樣才能禁絕拐賣事件發生 販賣人口應該直接判死刑 強烈要求拐賣婦女兒童執行死刑 買賣同罪到判處死刑 還有網友說 邪惡中共宣判的這個結果中的罪名 是虐待罪和非法拒禁罪 忽略了重要的一個罪行就是強姦罪 這個等於默認了董志文 和鐵鏈女是合法的夫妻 並且未鑑定八個小孩的DNA 是否同屬一個父親 被寵就輕草草結案 這個就是中共宣傳的法子? 判決公布後 民眾追問田連累在哪裡? 中共黨媒新華寫說 小花梅精神疾病病情已經得到控制 身體狀況穩定 北京資深媒體人高瑜在推特上表示 既然狀況穩定 就應該讓他出面說說他是誰 講下他對徐州市中級法院一審判決的提法 趙蘭健說 小花梅和鐵鏈女是兩個人 根本就不能夠混為一談的 一個是四十幾歲 一個是五十二歲 他們怎麼可能是同一個人呢? 還有在審判這個案件的時候 鐵鏈女她自己也不能出庭 然後別人就代表她的意志了 趙蘭健質問中共當局 當時人不能出庭 難道她的親屬都不能出庭嗎? 中共官方說 鐵鏈女案是公開審判 被告人親屬 部分人代代表、政協委員、新聞媒體記者 以及各界群眾旁聽了庭審 慈叔生律師也在社交媒體質問 有通知被害人或者被害人代表出庭參加訴訟嗎? 作家李成鵬回應說 不會啦 那會穿崩的嘛 曾經前往雲南調查這件案的大陸媒體人趙蘭健指出 被判的都是一些低層的作惡者 最該判的、最大惡極的是當地的公檢法、苦亂和團委 聯手掩蓋該案二十幾年 案件曝光後又一起顛倒黑白地造假案 這種行為遠遠比人反指更恐怖 趙蘭健因為向公安部門提供他調查到家有關鐵鏈女的證據 反而遭到當局打壓、被逼逃亡海外 趙蘭健哀嘆說 鐵鏈女前二十年是被董之文或者一些罪犯分子刪上鐵鏈 在全國數億人的關注下鐵鏈女又被極權者及刪住了 愛人都見不到她 鐵鏈女事件並非個案 拐賣婦女的情況在中國返南成災 趙蘭健認為徐州鐵鏈女是全國千千萬萬受害鐵鏈女的代表 只有她得到公平的判決 其他的鐵鏈女們才能得救 她呼籲外界持續關心和解救鐵鏈女 鐵鏈女事件在2022年1月底曝光 這名女子被拐賣到董之文的家 遭受毒打、拔牙、剪舌尖等摧殘 最後被鐵鏈刪住條頸 鎖住在胖屋二十幾年 並被強迫生了8個小孩 中國英晚論中為此震驚、憤怒、紛紛罪民真相 民間調查認定鐵鏈女是12歲被拐賣的四川南中女孩李營 但江蘇當局 先後發出5份漏洞百出的調查公告 咬定她是雲南的小花梅 去年2月她被送入精神病院之後音訊全無 同時當局嚴密封鎖發現鐵鏈女的村莊 禁止外人進入調查 好了 有關鐵鏈女的最新消息 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我們下節節目見 咬定是雲南的小夜 那一夜 蜆蜂蜂蜂蜂? 你當昨夜那星辰悄悄地歇蜀 谁还在装糊涂 和红魔鬼跳舞 当末日的语言 重复的穿出 黑山团为谁辩护 在神手中的魔术 这世界卸妆的面膜 在人潮中拥挤的孤独 就一种崩溃的迷惘 用第三只眼 认知的角度 当光影虚度 烧花辜负 浪潮里飞舞 依然你的眼神起初 做错误的领悟 乖剧情涂雾 心无所属 信仰变模糊 你穿上救出的礼服 在等待谁守护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世界卸妆的面膜 这世界卸妆的面膜 在人潮中拥挤的孤独 旧与宇宇宇宙 旧宇宙 旧宇宙 旦晤宇宙 旦备宿 旦宇宇宙 旦宇宙 旦宇宇宙 谁在来世的路 当世间万物 终未称呼 谁的风光无数 坐在遇见的时代里 我们都是独注 我终有一段 铭心刻骨 谁为谁付出 地刺山流入处 印最清楚 印最清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